这个长得像奔波而霸的外星人 仅仅是和长毛男对视了一眼 就一把拉过他的小手 下一秒却粗暴地把他推倒在地 并死死暗中 外星人一只手压住他的头 从袖子里伸出长长的触角 在男人后脖子上滑拉开一道缝 触角伸进去像里面输送的什么东西 长毛脖子上很快就多了一块半圆形的囊种 但外星人是他的老板 男人屁都不敢放一个 同事回来后还要极力掩饰自己的慌张 并戴上了帽子遮盖住伤口 晚上回到家长毛对着镜子查看 内的囊种似乎又长大了一点 里面是外星人的胚胎 如今的世界外星人和人类共存 外星人可以选择人类作为他们的宿主 帮他们繁衍后代 妻子发现长毛被选中后不但不生气 还很惊讶于丈夫是如何被批准的 妻子想带丈夫去诊所确认胚胎情况 但丈夫情绪很低落 妻子这才意识到他应该是被胁迫的 没办法 谁让外星人是他老板呢 长毛不想失去工作无力反抗 妻子抱住他安慰他 两人都有些无能为力 长毛找到同事大胖想要和他谈谈 因为大胖也曾是宿主 而且人类有义务帮外星人抚养孩子 现在他正给孩子喂奶呢 大胖与长毛的不同在于 大胖是自愿的 而且他认为这是他们家的荣幸 帮外星人生孩子后 不仅能升职 还能得到一大笔补贴 所以大胖劝长毛接受现状 长毛参加了大胖孩子的授习礼 教堂里一片祥和安宁的气氛 现在是外星人主导的社会 就连耶稣像也是外星人的模样 长毛静静看着前排的男人 那人脖子上的囊肿 已经变得又大又圆 看来是被寄生很久了 周围人也对此习以为常 唯独长毛心里很不是自卫 毕竟他不是自愿当宿主的 教堂里还有外星人孩子 他们与人类和谐共处 牧师在上面也一直灌输着要博爱 要帮助外星人的观念 一对夫妇来到生育诊所 但却是男人脱掉衣服接受检查 他是被外星人选中的宿主 护士给他注射一针药剂后 就按下呼叫按钮喊人来给他植入佩胎 帘子后面一个外星人走到男人身后 对着他的脖子伸出触角 没过一会生育手术就完成了 护士对夫妇俩直到恭喜 妻子吻了吻丈夫表示十分欣慰 长毛是一家流水线工厂里的工人 每月收入勉强维持他和妻子的生活 所以公司要组织野外活动时 长毛自然也不敢拒绝 外星人老板和他们同行 等同事们离开去拿啤酒时 长毛和老板交谈起来 言语间暗示自己想升职加薪的愿望 因为他已经在公司工作七年了 却还没有得到晋升的机会 老板听完微微一笑 很快就明白了长毛的心思 他也很直接地说正好有个部门缺管理层 问长毛愿意担任吗 长毛没想到升职这么简单 已经掩饰不住脸上的微笑了 老板友好的和他握手 下一秒却把他扑倒 并给他植入了自己的外星人佩胎 完事后长毛还没反应过来 只是第一时间戴好帽子隐藏痕迹 同事们归来后他也只能强装镇定 就这样长毛变成了宿主 但他并不想接受命运的安排 他非常严肃认真地告诉妻子 自己想移除脖子上的东西 但妻子没有支持他 还有一逃避对这个话题的讨论 妻子劝他好好休息 说他之所以被选中 是因为他身体素质良好 有利于胚胎的生长发育 但长毛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 两人爆发争吵 因为在这里擅自摘除胚胎是违法的 那些这样做的人不是在监狱里 就是已经死了 妻子警告长毛不要毁了他们的生活 遇到这种事就去努力接受他 孩子生出来就好了 晚上睡觉 妻子看着丈夫背后的胚胎 那个东西时不时还自己动一下 就像女人怀孕时发生胎动一样 妻子知道丈夫很辛苦 但为了生活他也没有办法 男人脖子后面长了一个巨大囊肿 但他不敢去医院 打算自己在家解决 做好心理准备后 他看着镜子拿起刀对准肿块 一刀下去后瞬间流出白色的浓液 男人通道直哼哼 但他没有停止行动 而是狠心割开了囊肿 妻子这边 医院送来一位意外流产的病人 男人趴在一栋手术床上 脖子上的胚胎已经破裂 情况非常紧急 他被推入手术室 医生护士们忙得焦头烂了 得赶快帮病人接生 但因为受到外界伤害 大人和胚胎的状况都不太好 医生尽快取出了胚胎 但男人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了 胚胎也没能救活 外星人医生露出一脸惋惜的表情 妻子下班回家 发现丈夫晕倒在地上 全身都被血染红 惊慌失措的他想要扶起男人 但马上发现胚胎更需要处理 经验丰富的妻子拿来刀合盆 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 给丈夫进行了接生手术 丈夫通道几乎晕厥过去 好在胚胎终于拿了出来 因为还没成熟 即使有心跳也活不长 这时外星人老板闯进来 因为他收到了大胖的电话 知道长毛不愿意被寄生 所以过来看看情况 当得知自己的孩子被摘除时 老板震怒了 掐住长毛的脖子 把他举离地面 妻子也被推倒在地 老板把男人压在桌上 想让他再次成为宿主 妻子别过头不忍直视 长毛含泪安慰他没关系 在最后的紧急关头 妻子用棒锤击倒外星人 长毛得以获救 原来外星人不是不可战胜 只是需要莫大的勇气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名叫《后裔》 是一部获过奖的科幻短片 情节脑洞很大 通过科幻的外衣映射了很多 现今的社会问题 比如职场潜规则 资本压迫等等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